张铃技术 贝斯卿 张铃技术 没所谓 太过执着 不好的 大家好 我的山的博客 已经推出了 好像我前几天去 几个年轻人 一起做那些消耗的东西 我就有興趣 可以用牛的大骨, 牛骨碎 加上其他辣椒醬來煮 非常好吃 佛教有一個平常心 就是這個平常心 你不用特別強行做這些 強行做那些 總之每一天都可以過 我就覺得愉快一點 開心就長期奮鬥 他們年輕人問我看哪種書最適合 我和我的老朋友, 毅康先生 都是一樣的道理 你喜歡的書就是適合你 不要說哪種書 你覺得那些是適合你 看得很愉快 那你就看那種書 我沒有強行說 一定去看那些, 一定去看那些 最怕你不看 書是一定有幫助的 你沒有寫, 你沒有入, 你怎會出 那你寫一個專欄作家 有很多專欄作家 那些不好看, 為甚麼不好看呢 他沒有生活 那有些人, 他寫郵寫得最好 其實他是一個沒有出門的土腦 但是他又聰明, 因為他有幻想力 有幻想力加好奇心 我從書兩年現在是我一生人最少的時候 因為我把那些書送給人 我覺得這個階段是斷捨離的階段 書開始, 書開始, 書太多了 再下來就會有點吐氣 我現在還有一部分 關於點燃的很多聽 我會送給點燃口水管